第一个 未来住房的人口会越来越多 所以租房今天GMO会从1万亿到3万亿 第二个 全世界来看 租房的供应方的核心是私人住宅 就是C端 而不是B端 所谓的分散市市场是更大的 就是比B端的住宅的这个要更大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分散市也会从C2C变成C2B2C 就分散市也需要集中式的运营机构来去管理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事情 第四个事情 就是分散市运营机构会比集中式运营机构做的大得多 集中式的会比较分散 分散市会比较集中 这个是一个比较确定 第五个呢 就是未来的资产持有者和运营者会分开的 所以我是很多年以前 我就是呼吁开发商 我说你们赶紧呢 我说你赶紧开始做这个 持有型的物业 因为今天的中国大概一年十万亿的开发量 市值五亿大概就五万亿左右 未来我觉得十年之后的这种集中式的公寓的资产规模 大概在十万亿左右 租金大概在三千亿左右 三千亿可能在市场上大概会有三万亿的市值 但是呢 他说你有持有的资产 你不一定去运营 你的运营效率肯定会比我们差 这个公寓的住宅公寓的运营机构 他全世界来看 他都是一个很低毛利的一个生意 但是他的好处在他的规模上做得很大 所以他对你的管理能力要求太高了 快上干不了这个活 同时他的确对IP能力要求高 对工业管理的能力要求高 所以 今天对我们探索就是大家都来做非常好 未来都是我们的生意 未来他们都会交给我们管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